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作家 我是李宗盛 台語的推廣 那我是個嘉義人來到台北 我展開這個台北的地圖 發現台北市 整個台北市喔 總共有幾個行政區 來問大家一下 現在當下 當下有什麼 中山 萬華 大同 心意 內湖 大家去很多區都會知道這些行政區 可是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12個 那這12個區呢 你走進去它的大些小巷 你都會發現它有非常漂亮的文理跟細節 而且你走在街上會遇到 還希望老師 在街角遇到 還遇到我鄭順聰 那你遇到我的時候可以做什麼事情 拿著手機 自拍一下 所以我覺得台北真的是一個人文會摧的地方 我在台北常常遇到很多受講 這是第一個 好 那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你在台北的12個行政區走街 請問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什麼 局長 公車捷運都會方便 公車捷運 公車捷運 還有什麼 來 走路上路 走路上路 那那個 老師你覺得台北最方便的是什麼 計程車 對 計程車 大家都答錯了 最快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的patch是什麼 轉乘文學線請在本站上車 最方便的是文學列車 為什麼呢 你只要拿起一本書 你就 白星王老師的台北 你就可以穿越古今到各個地方 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文學記的開幕的記者會呢 我們要先來一場實跨 也就是 時空跨越之流 我們請跟著我順聰 一起來 穿越台北的古往今來 好 那麼第一站是什麼呢 大丁 大丁 長久了 不記得一本時代的離家 車在本站換車 好 你來到台北的大稻城 在延平北路 會看到兩個熟悉的身影 前面的是 蔣衛水 後面的是 謝雪鴻 蔚雪鴻 雪鴻妹妹 蔚雪鴻 雖然我們都是開書店的同行 一起掉進了開書店這個大坑 但我想問你 醫生當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來開書店呢 雪鴻妹妹 這你有所不知 其實對我來說呢 這個書店 就是醫治我們文化心靈的病 你看我開的文化書局 為什麼就在我的大安醫院旁邊呢 你看完身體的病 看完身體的病 就可以來補充心靈的營養 是不是一舉兩得 那雪鴻妹妹 我也想問你 你手機賣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開書店呢 我姓謝 實際實際 是開書店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 很有雖意頭腦 我的國際書店呢 本來想要申請 就是引進市場店 會成為台北的第一家 有史以來低價複合式書店 可是失敗了 那我想問魏雪鴻 你看的文化書店 是本島的低價開的書店 為什麼會以文化做一個領域呢 其實文化就是要帶領 我們全老同胞走向文明的未來 那你的國際書店 是不是也有一樣的企圖呢 是 國際 我開的國際書店 國際就是 international 我希望可以跟國際接軌 以知識來補充台灣人 所不足的養分 畢竟人生應該是一場 很寬和求真理的一個旅行 我覺得雪鴻妹妹的見識非常的好 而且我覺得 我們兩個的想法是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 我們應該結合我們的頭腦 還有生意的本能 我們來開一個 國際文化複合式的書店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好 那既然松菸已經被承租了 那我們就把紀州案給租下來 我覺得這整個空間的規劃 你怎麼現在複合式的感覺 都已經有了 不如我們現在直接去簽約 你覺得怎麼樣 好 我們去找空間 真的不錯 趕快去找風姐 來 國際文化書店 好 文學列車即將出發 即將到站 各位旅客 本列車的下一站是台北101站 我是林育涵 遠遠的有一位先生上車了 他不是中國百貫文運動的推手 南港中演院的院長虎世先生嗎 啊 師師兄 好久不見 欸 宇棠兄 欸 你怎麼來逛國際書展了呢 哎呀 我覺得你走錯地方了 怎麼說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的主題是 以色列文學 可是你應該去埃及文學區才對 此話整潔啊 你都忘了你說過的話嗎 你最有名的話 唯學要如金字塔 要能廣大 要能高 所以以你學問 如金字塔這班高 你應該去埃及文學區才對呀 哎耶耶 好啊 宇棠兄 但我也聽說你發展了事業第二春 聽說你在時尚業也幹得 風生水起西裝革律的 我什麼時候跑進時尚業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你也說過 笑話就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裙子你都做了還不進時尚業嗎 史話盛世 所以說嘛 文學是永不退朝的時尚 帶我們去遨遊世界 好先去埃及吧 一起去 好這個我們文學的列車逐漸的在走走走走 我們的下一站是什麼呢 下一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門町 西門町站 你來到西門町 哇 人潮黑壓壓的 遠遠發現一個白色的身影 冷艷逼人 他是誰 他不是白相老師筆下的尹雪燕嗎 尹雪燕總也不老 不過啊 那都是一九六五年的事啦 唉 為了扛起銀雪燕這塊招牌 如今呢 到西門町 除了逛逛這個紅翔綢段莊 在小花園天衣滿鞋的 這張臉啊 但爺爺是常常進場維修才是 從前我姐妹桃都說 我這個人八字代仲煞 真上的都要加敗人亡 可是自從徐仲徒死後 我常常到西門町求生問福的 可是說明師都說 尹雪燕你是一個小說人物耶 你的命早就被寫好啦 那這命該怎麼改呢 所以我就判啦判啦 好不容易判到了2018台北文學記 因為今天在台下做了這世上 唯一能替我改運的白大師 老師 你說我這並能改嗎 我這一生也想要平凡的愛一回啊 那譬如老師 就請你隨我到這個小花園繡花鞋 替我挑一雙2018台北文學記的 戀愛開運繡花鞋 老師你說哪一雙好啊 哇 紅色的好美啊 老師替我挑的紅色 那是要送我當新婚禮物啦 謝謝老師 這是二種小花園帶來 那今天這個文學列車呢 從過去來到了現在 真的我們來到了現在 邀請到白先永老師 當我們2018年台北文學記的代言人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最重要的 就是邀請白老師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老師請 今天請我做代言人 那就因為我寫了一本台北的 因為台北人裡面每一個 每一篇故事 它的背景都是台北 所以有時候我是 白先永遠的台北人 我說對的 因為我想我從 從我的那個 十一歲 從十一歲到這個大學啊 那麼那段期間都在台北 都在台北過的 都在台北過的 他們在台北過的 那所以我的 我那一段最美好的記憶 我一個人的青春是最美好的記憶 我的青春美好的記憶 就在台北 所以台北這個城 我想它的靈魂 已經走到我的心底去了 所以我以後 以後我寫什麼 寫 我寫紐約課也好 寫什麼也好 寫什麼也好 都是從台北的窗戶看出去的 我是從台北窗戶看著大陸 從台北窗戶看著美國 所以我想 台北呢 所以我想 台北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不僅是一個城市 我想也是我整個寫作的 寫作的座標 我想一個城 它是所謂能夠 存在人的記憶 存在後世世代的記憶裡面 我想很重要的 考文學人 我們想的巴黎 我們想的魚果的巴黎 我想的普魯斯特的巴黎 我想文學把一個城市 它的精神 它的靈魂 它整個的 能夠把它記錄下來 我想文學最有這個 我想我們想到南京 南京以前叫精靈 因為 你看 我們寫精靈的詩詞 一直到小說 蘆林外史 你看有多少的文學寫精靈 但是呢 到了近代 南京 以南京為底的 就少了 所以我們 我們的記憶裡面 我們的記憶裡面 我想精靈 這個記憶 要比這個城市多 很幸運 我想我們台北 台北 從這個 我想 台北這個有史以來能下來 如果你從那個詩詞下來 然後到小說 到這個展文 累積下來 我想 台北這個文學的記憶 是豐富的 而且是多元的 而且是各種的 各種各種的角度來寫的 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 豐富的記憶的城市 所以我想 台北可以說 不管台北 我想現在是經濟的中心 政治的中心 什麼中心 不要忘了 台北是我們的文學的中心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點 我想 以後 以後 我想台北 不管你給它一個什麼定義 我在想 台北的一個文學制度 我們產生在這裡 產生了多少 多少文學的篇章 我想這一點 作為台北人 不管是哪裡來的台北人 我想我們 驕傲的 我想我們為台北今天 拍手 喝彩 剛剛講的 我們台北 在我的記憶裡面 有洪翔 有洪翔 仇炭章 有小花園 我很高興是 小花園 現在的幾代的傳人 徐先生 今天還在這裡 我跟他剛剛談起來 他的奶奶就是最原始的 小花園的這個老闆娘 陳太太 我跟他有素面之緣 因為我母親的繡花鞋 就在小花園買的 所以我想這些記憶 都是非常非常珍貴的記憶 所以因為 因為有了這些記憶 我才寫得出 剛剛講的我的人物 是一個大陸 鴻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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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上海來的 其實 它的最豐華的時間 應該在台北 台北 台北的鴻血宴 我想 它的 它的風華 它是代表了 台北的 台北的一面 小花園 洪翔 這些地方 我想 讓台北 我想 多姿多彩 我想 今天 我們能夠去的這裡 大家去的這裡 我對台北 應該一個很溫暖很溫暖的回憶 謝謝大家 如果我們要想 最適任的 文血宴的代言人 真的是 非白老師莫屬 那麼也謝謝白老師 因為代言我們的代言人 那 我剛來路上 我其實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白老師 總是給我一種非常青春的感覺 我想 這個青春我想 不會只是因為 白老師 永遠對創作保持熱心 我想更因為 白老師的創作 扣緊了這個城市的重要階段的人物的發展 那麼 這些人物呢 它裡面體戀出非常深刻的人性 再加上 這幾年整個台北市 還有台灣呢 不斷地 在爬出我們過去的城市的文理 所以因此呢 白老師文學裡面的當代性呢 永遠歷久不衰 所以我在想 這恐怕是 我會總是覺得 白老師還有他的作品 永遠那麼青春的一個原因 那麼也 可以扣合著 像白老師的台北人這樣的著作呢 今年的 台北文學記 邁入第二十年 那麼 今年的 文訓雜誌他們所提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主要是呢 轉成文學線 請在本站 本站上冊 那麼 通過今年的 文學記的一個 策展跟策演呢 我們可以跟台北市各個城區的歷史呢 非常緊密地扣起來 通過這非常有趣的一個方式 所以今年呢 我們不僅會看到有趣的對談 有趣的展覽 而且呢 我們今年還是會有 楊維林老師所策劃的文學跟電影之間 是那個音樂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很有趣的對話 我想用怎樣的方式呢 我們來請祝 我們台北文學記的 脈絡第20週年 謝謝各位 我今天只希望大家跟著我 再練兩次 一次 轉成文學線 轉成文學線 請在本站上車 請在本站上車 知道我們在創作 在思考這個slogan的時候 我們大概絞盡腦絲 大概總共了三四輪 每次都兩小時 但是很多幾十個 我一直不滿意 直到有個同事 提出了這個slogan的時候 我們大家突然覺得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我希望我們這次策劃的活動 在台北的每個區域 每個街道都有精采的作家 都有動人的文學故事 我們希望每個世代 不同的世代 都能夠享受、複習、重溫 這些動人的文學故事 所以大家跟著我們一起 走一趟文學列車吧 謝謝 轉成文學線 請在本站上車 然後我就在想 我什麼時候轉成文學線的 就其實在想這樣想的時候 我就想起 其實我們香港和台灣的文學姻緣 其實種得很早 比如我們中學的時候 規定的篇章是白雪隆老師的 《默然回首》 對 然後倒是那裡面講了很多 他的文學的思考 他生命的 和文學行作的關聯 然後同時 他裡面也有台灣的歷史 然後他又在香港行作 對不對 然後那我記得還有白雪隆老師的 在香港照片 下面有香港的小髮 就非常地道的感覺 所以 香港跟台灣的文學姻緣 其實很密切 然後我們現在香港的 年輕一代的文青 基本上都把台灣 視為精神家園 因為在香港其實文學 就香港人是很羨慕 台灣可以有這麼濃厚的文學氛圍 就是比如說 有很多古籍 比如說台灣的國立台灣文學館 在台南都很多文青去朝聖 然後這邊紀州干我們是常來 然後還有青田街那邊 那一帶的文學的地方 我們都常去 然後所以這個台灣和香港的文學姻緣 其實是非常的 就是默默然後其實很活躍的 活在那個選頁裡面的 然後我們香港文學館在爭取的 它其實是一個民間的運動 這樣子 其實它很受到那時候 然後台灣國立文學館的建立 還有中國現代文學館 北京的現代文學館的建立的影響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大概2014年的時候 就開始辦一個香港文學記 它的音源的確是我後來 經過臉書的提醒 就是我拍過2011年 就是我快要離開台北的時候 突然就看到路邊有個海報 這個台北文學記 有那個叫什麼台北歲實記 然後我就拍下來 就只已經 因為那個非常趕 只能拍到那個海報 然後就拍了海報 然後就跟人家說 你覺得香港可不可以有個文學記 然後他說應該有啊 然後那是2011年 然後2014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自己去做案子 用非常少的預算去做一個香港的文學記 也是三個月的 然後來到2018年 2014年、2018年 就四年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就很高興能夠和台北文學記 有一個連線 然後來 在這裡面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學習和一個交流 對 我們兔鄉 我常常在 非常羨慕就是文訓 《已知記週安》等等 台灣的文訓裡面 它有很厚的底子 然後有很重要的歷史 裡面有非常從大的歷史到非常小的歷史 然後這些都好像深深地活在台灣人的血液裡面 然後香港其實是一個 它的歷史根基比較薄弱吧 就比較輕盈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的轉變非常快 它比較上有活力 我希望這兩個地方的交流 能夠互相地激發和引發 然後讓我們各自都能夠做出更加多新的東西 然後剛剛說就是文學記這個 文學是一個超越利益的地方 的確是我們在台灣的文學裡面 就學到很多跟地方有關的 一種這樣的寫法 因為香港的地方性其實沒有那麼強 然後這幾年 我們在這個有一本書叫 《帝文治》是陳志德寫的 陳志德就是在台灣念大學的 然後他就把這種歷史加上地理的 這樣子的結合放到文學裡面 然後在這裡面我們可以得到一種 超越於現實以上的精神的結合 我覺得文學比較讓人覺得很鼓舞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超越一切的疆界的 借用這一次的文學記的slogan 轉成文學線歡迎各位在圖書館上車 我想圖書館非常有榮幸能夠跟文化局 一起來共同參與這樣的文學記的一個活動的推動 那在文學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像白老師這樣應該是屬於生產者 那圖書館比較像是一個保存跟推廣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分館裡面 都收集了保存了非常多的語言文學的一個作品 像我們數十個分館裡面就有兩個分館 其中是以文學當作它的館場特色 包括我們在文山區的例行分館 是以台灣文學作為館場特色 在大安區的道帆分館是以中國文學 作為它的一個館場特色 那其實在我們每年的借閱的統計裡面 語言文學類的這個作品 也是整個台北人每年借閱書最多的一個類型 幾乎佔了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借閱量 一年外借的書大概有一千兩百萬冊左右 其中有將近半數是屬於語言文學的一個作品 所以可見其實我們台北人對於文學這個欣賞 文學的閱讀是非常喜愛的 那其實各位很多人不知道 市立圖書館跟台北文學記或台北文學獎 其實有很深的淵源 或許連中局長都不曉得 在台北市還沒有成立文化局之前 其實前兩三屆的台北文學獎是圖書館主辦 所以其實圖書館對於文學技術是很深的淵源 所以我們非常有榮幸能夠後來 最近這幾年來又能夠跟文化局 一起來共同參與這種文學工作的一個推動 那我們非常的期盼 經過這樣的一個大家一起努力 能夠把我們台灣本土作家的一個作品 慢慢推向我們整個市立圖書館借業的一個排行榜裡面 把翻譯的作品把它打敗 讓我們的本土文學作家的作品 成為我們台北人文學閱讀的一個首選 祝福我們整個活動非常的成功圓滿 謝謝 我們是林玉堂故居蔡家芳主任 好 這個林玉堂 我今天敗也就是林玉堂 有沒有像 還是略 略胖 略胖了一點 我要減肥我努力健身 再來呢 這次呢 我們來看齁 怎麼大家都這麼認為 這次我們做了非常多漂亮的文宣的設計 還有你看這個茶包 你看林玉 有胡适之 有銀學燕 還有蔣衛水根 蔣衛水等等 還有若以軍 這些的設計非常的漂亮 非常有現代感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這次的設計的 視覺插畫家陳采穎 不是 小姐 小姐小姐抱歉 好 此外呢 這次呢 我們不能買毒還住 裡面還有很多的茶包啊 都是有肌無毒的立體茶包 所以非常感謝提供的 緋醉茶園的曾先生 以及林茶園的彭先生 有沒有帶現場 謝謝 非常感謝 這麼棒的一個茶 當然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除了絆裝之外 還有這麼漂亮的設計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音樂 你有沒有發現 音樂呢 這次有提供 還有我們這次的音樂顧問 也是文學講座的講師 陳明章 跟音樂家陳明章有名字 那個姓雪紅的時代呢 是日治時期的五根谷這個老根 那銀雪原時代是白光演唱的 文營舊夢 大家有沒有覺得 聽了這音樂就回到這個 過去 回到了這個時風的烈聲 慢慢的呢 我們來到了現在 那好不容易我們邀請到白顯榮老師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白顯榮老師來合照 所以有請白老師 我們到前面來 跟大家一起合照 也請各位嘉賓一起來前面一起合照 老師請 完成文學線 請帶門站上車 請看 請退 好 あ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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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